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 一个近身的祷告 上个主日我在罗马 我知道我们这里有特别的讲员 在我们当中聚会 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题目 但是我的信息是很早就预备好的 我后来才知道说 他在这边讲到祷告的事情 我听说他说 我没有在场 我听说他说 一个基督徒一天如果能够祷告十分钟 算是不少了 我不好意思调查我们当中 有多少人一天有祷告十分钟以上 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祷告十分钟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祷告是我们好像呼吸一样 但是祷告来说 虽然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常做的事情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承认一件事情 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吗 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很难坚持不断地祷告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 祷告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祷告就很不容易 祷告就很不容易 今天我们按着顺序要来到 以福所书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 我们要来看一个祷告 祷告是可以学习的 祷告也有很多的前提 我们需要先确定 圣经里面有几篇非常伟大的祷告词 值得我们学习 有一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 他所做的大祭司的祷告 他向上帝做了一个很恳切的祷告 在这个祷告里面 启示耶稣基督的心意 他的心意是什么呢 在最后一个晚上 他向神祷告 说他挂念他的门徒 其实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他不需要挂念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最多失望三天 因为耶稣会复活对吗 以后虽然有几十天的困难 可是最后圣灵会降临 主耶稣都知道 主耶稣都知道 他甚至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果 可是他挂念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就知道 祷告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有些事主耶稣已经知道了 还知道结果了 他还祷告 他还向上帝祷告 他挂念他的门徒 他挂念了世上所有的人 当然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 你跟我在内 所以祷告不像我们想象的 只是祈求 另外一篇很有名的祷告词 是所罗门建殿之后的祷告 那个祷告把上帝的属性 把上帝的伟大彰显无遗 感谢主把这个祷告词记下来 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可以这样祷告 在那个祷告词里面 也把人的需要 人的仰望表达出来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 你一定知道 或许我们不称它为祷告 但是它是一种祷告 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 俄摩拉的祷告 他竟然跑去跟神做讨价还价 而且如果你对他祷告的内容 或者你对那段圣经很熟 他真的会讨价还价 任何人杀价都从下面杀起 对不对 他从上面杀起 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你跟人家杀价 人家开50万元 你怎么杀 你杀25万元 对不对 你不会笨到杀45万元吧 对不对 可是亚伯拉罕杀 是从50个先杀45个 再杀40个 为什么 因为他认识神 他认识神 他从45杀起 然后40 然后30 然后20 最后还说 拜托你了 10好不好 最后还耍赖说 那你觉得5怎么样 有人这样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你就会发现 亚伯拉罕对神的公义和慈爱 非常了解 所以在跟神的对话当中 就显明了他对神的认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一个祷告 就是摩西的祷告 你看这些人的祷告 你就会看到那些 那些人对神的那种亲密 摩西在以色列的百姓 犯罪之后 向神恳求 他说什么 他跟神说 我愿意为这一群 顶撞你的百姓死 他说如果你要杀他们 就先杀我 他要威胁上帝 他说那你杀我好了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是你把他们带出来的 我还可以跟神这样吵架的 你就知道 祷告跟我们的想法 不太一样 他说我愿意为你的百姓死 一个人 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 他说我为你的百姓死 那不然你杀我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想如果摩西这样的祷告 神能够不敢动吗 神能够不敢动吗 神能够不成全 不接纳这样子的祷告吗 所以祷告很多时候 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今天我们要来读 以福所书 是新约里面 一个很有名的祷告 我很喜欢这个祷告 我也常常讲这个祷告 但是这个祷告 我十几年没讲了 我自己常常这样祷告的 但是我想盼望今天 能够把这个祷告 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也是按照我们 以福所书今年所进度 已经到了以福所书 第一章的第十五到二十三节 这一个祷告 我知道有些人会背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别人就教我背这个祷告词 我就背了 今天早上 我都在这边的时候 我也跟神说 主啊求你教我怎么样祷告 我突然想起来 原来耶稣的门徒 求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 是有原因的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像我是第一代的信徒 什么叫第一代的信徒呢 是我生下来之后 我爸爸妈妈还没信耶稣 那我后来信了 当然我爸妈妈很早就信 但是他们就没有过基督徒的生活 以后我们就一起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可是第一代的信徒 跟第二代的信徒不一样 第二代的信徒 从很年轻 就从上一代 就看见神很多的带领 很多的恩典 他们父母就会跟他分享 上帝怎么样的工作 然后他们就认识他 最近我女儿讲一句话 前几天才讲的 有一天我们在那边吃饭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爸爸 他说如果一个人 不重视神所给他最大的恩赐 而去羡慕别人有的恩赐 他不能服侍到底 你们不敢动 我在讲我女儿 他才二十多岁 他说一句话 他说爸爸 他说如果有人不尊重上帝 给他的最大的恩赐 就去羡慕别人的恩赐 他不能走到底 他不能服侍到底 二十多岁 我告诉你我四十五岁 我五十岁还没这个概念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 因为他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那不是我讲的话 那是他归纳出来的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他们怎么会不会祷告呢 他们会祷告 他们会祷告 可是门徒们跟耶稣说 求你教我们怎么祷告 你就知道 他们对于这个祷告 有一个很大的渴望 说我知道的不够 他们哪里知道的不够 他们几千年 上千年都会祷告了 怎么到现在 还说不会祷告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知道 那个渴慕的重要 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 等一下我们要慢慢讲下去 我求主帮助我们 对神有个渴慕的心 我发觉只有一个方法 会让我们走到底 就是渴慕 渴慕神 渴慕神 更深的渴慕神 我们来看这个祷告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 以福所出第一章 十五到二十三节 那我读一节 请你读一节 那在周报的第二页 我不会读别的圣经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读十五到二十三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 十五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将那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是以福所书一章 十五到二十三节 在前面一节到十四节当中 我们已经分享过了 其中在上一次 我们特别提到 以福所书一章 三到十四节是一个句子 一个句子没有断句 哪里有这么长的一个句子 没有断句呢 我们中文没有 我告诉各位英文也没有 除非是一种特殊的英文 那种英文就是 古式英文 或者德式英文才有可能 因为它里面是一个 子句加一个子句一直拉长 那一次我们提到了说 在那个十几节当中 清楚地表达出救恩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今天要稍微再讲一点 因为这跟祷告 有很密切的关系 你知道我们不会祷告 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不知道那个祷告的前提是什么 请我们先写下来第一个题目 他说什么呢 近身祷告有什么前提呢 近身祷告的前提就是 认清自己的地位 请你写下来 认清自己的地位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会祷告吗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地位 你不知道你的身份 如果你知道你的身份 你就会祷告 你就肯祷告 你就爱祷告 我这样想 我自己读圣经 以及我自己的经验 大概一个人不喜欢祷告 最大的困难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地位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地位 他一旦知道他自己的地位 一旦知道他自己的身份 一旦知道他自己的状态 他就会祷告 我讲的不是可怜的状态 那是什么状态呢 是一章三到十四节的状态 也就是说 当保罗说 祷告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前提的 那个前提就是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上次讲说 神给我们什么恩典呢 是神拣选我们 第一 不是我们拣选神 你知道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是我们拣选神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弃神 对不对 那如果神拣选我们的话 祂是信实的 祂不放弃我们的 你知道我们人讲话 都不守信用 今天说我跟你借钱 一定会还你的 那是要借钱了嘛 当然要这样讲 不然你怎么借得到呢 对吗 可是事后不还钱 有的是出于原来就故意的 大部分时候是出于 还不起 我们也没那么差 说绝对不还 那都坏人做的 对不对 我们不这样做的 可是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答应 我们就做得到 所以我们不一定还得起 可是神不是这样 祂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祂是信实的 如果是祂拯救我们 我们就不用怕 不用怕 第二 神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 好像我们到海边 哇好漂亮 海边很多的 漂亮的贝壳 我们挑挑挑挑 带不走很多 我们带了几个漂亮的 又洗干净 又带回去 又把它整理起来 放在那边 不 神把我们拣选回来 不是把我们放在家里 做装饰品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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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 这个擦出来的花 不是摆在这边 说哇 这是漂亮的花 神把我们找来 不是让我们做花的 神也不是把我们找来 说哇 好像在外面 看到一只可怜的流浪狗 把他带回来吧 又薄一只脚 我们把他带回来洗干净 没有人养他多可怜呢 流浪狗是会被抓去扑杀的 把他带回来家里 不 神也不是把我们带回来家里 让我们做他的可爱 心爱 抱在怀里的狗 不是 他甚至不是说 在外面看到一个乞丐 那个乞丐 你施舍了三次四次 你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其实是好手好脚的 后来你弄清楚了 这个人还不错 把他带回家里面 做用人 然后给他一点薪水 给他一点工资 不是 不是 神把我们从外面 拣选回来 是让我们做什么的 你看 你们就 所以你们不会祷告 做什么的 儿女的 儿女的 你知道儿女 儿女 儿女有很多的 优势 儿女有很多的条件 过年 新历年前 我儿子打电话给我 写个没有给我 他说爸爸 他说年底了 教会奉献的事情 我还有很多没有做的 他说我要奉献几个地方 他说你可以帮我奉献 我说好那你要奉献哪里 他就告诉我说 多少钱奉献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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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一年忙的都没有时间 奉献就奉献 分了好几份 他说你帮我奉献好不好 我说好 讲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就去奉献 他也没告诉我要还我钱 他没有告诉我要还我钱 后来呢 我就想说他叫我奉献 我就帮他奉献了 我就帮他奉献了 感谢主 这孩子蛮乖的 他真的是 跟他两夫妻 两个很肯 也很敢奉献 我就说你敢奉献 感谢再美主 我就帮他奉献完了 可是我等过了一天 又两天 三天 他也不写信给我 对不对 后来我就写信给他 我就跟他说 儿啊 我问你帮你奉献 要多少钱的 你总要还我吧 我儿子就回我的信 说好 又没消息了 这叫做儿子 你懂吗 这叫儿子 没想到昨天晚上 要睡觉前 我儿子发个line给我 他说爸 请你把你的账号给我 我要把钱还你 感谢主 他终于要还我钱了 他终于要还我钱了 其实你猜 他如果不还我 我怎么样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 儿子不还你钱 你觉得怎么样 你就是因为不知道 你有这个儿子的地位 所以你不肯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没搞清楚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做家具的 我们不是做宠物的 我们是做儿子的 我没有叫你说 欠人钱不要还 我也没告诉你 欠爸爸钱不要还 我儿子会还我的 我相信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不还 他叫我帮他奉献 也没关系 我愿意帮他奉献 亲爱的主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主的儿女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神的儿女 而且他说 第三是让我们 被赦免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 在上面出很大的问题 我自己也是 我们老觉得 我们信耶稣 就变成好人了 我告诉你 你信耶稣 你不会变成好人的 你信耶稣 你还是坏人 一直到你死的那天 你还是坏人 你没有变好人的一天 只是因为神赦免我们 我们可以靠着 在基督里 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不是靠自己 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是在基督里 回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这一个缘故 我们过犯得以赦免 我们还是会犯错 我没有鼓励你犯错 不过我保证你继续在犯错 但是神赦免我们 并且让我们明白 并参与祂的旨意 这个是我觉得 更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前三个也就好了 干嘛让我们 参与在祂的旨意里面 不过这几年 我越发地知道 亲爱的弟兄里面 这个不是给少数人的特权 是给每一位神儿女的特权 就是你能明白 上帝要你做什么 我再说一遍 你能明白上帝要你做什么 而且你要明白上帝要你做什么 我自己是16岁就奉献做传道的人 一直 我就希望我是大学就读研究所 就读神学院 大学毕业了 我也没去读神学院 研究所毕业了 也不是念神学院毕业的 以后去当兵 下来又没有 神又没有呼召我 以后我就去外面工作 在外面工作的几天 我就碰到一个 我就碰到一个 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 我就跟他说 我是林院长啊 我说林院长 我说我 我都 我都 我愿意做传道人 我说可是神都没有呼召我 我说我怎么办啊 你知道他讲的话把我气断死了 他跟我说 他说你慢慢等 我不能慢慢等 我年纪大了 我再等下去我就没有机会了 我再等下去我就没有力气念神学院了 你赶快呼召我吧 他叫我慢慢等 但是现在人家问我说 我要不要读神学院呢 我也跟他说你慢慢等 因为我慢慢地知道 我们能明白并参与神的计划 神如果让你明白你会明白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地位如果我们没搞清楚的时候 你很难祷告 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并且我们会成为他的基业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一旦确定我们的地位之后呢 你才会祷告吗 你才肯祷告吗 你才会去祷告吗 你才喜欢祷告吗 你才享受祷告吗 因为这个地位非常的重要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这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们来读第十五节 来读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请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这里说什么 这里说因此 什么叫做因此啊 弟兄弟们什么叫因此 因此是因为前面有一个 原因嘛 有一个原因才说因此 亲爱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前面有一个原因 我们不用说因此对不对 对吗 有一个原因你才说因此吧 因此 所以前面有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他说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位 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 为他们祷告 是因为他知道 他们有一个地位 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要 好好的祷告 你要是喜欢祷告 你要认清你的地位 你要认清你的地位 基督信仰最伟大 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也是神设计 这一个救恩 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地位先于生活 地位先于生活 你没那个地位 你没那个生活 你没有 称义的地位 你不会有成圣的生活 也没有一个人 先过成圣的生活 哇 过得很棒 然后到上帝的面前说 你看 因为这个缘故 求你称我为义 没有 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 颠倒的顺序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 圣洁的生活得救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 圣洁的生活 来到上帝的面前 说你看 我有这个圣洁的生活 求你 请你 或者你应该要给我一个 在你面前的地位 没有 没有 神早就知道我们做不到了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人有称义的地位 是因为他先有成圣的生活 但倒过来 但倒过来 一个人没有称义的地位 他不可能过成圣的生活 他即使外面很好 我可以告诉你 他里面很糟 第三 一个人要有称义的地位 他才能过成圣的生活 你或许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讲一样的东西呢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不祷告的原因 如果我们真知道 一个人有称义的地位 当他顺服的时候 他就能过成圣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祷告了 我再讲一遍 我讲太快了 一个人如果有称义的地位 当他肯顺服的时候 他就能过成圣的生活 这几天我们在 一段时间我们在筹备 吴长老的安息十周年的聚会 可能已经很多人不认得他了 我有幸跟他学习 而且我运气比较好 因为我不是第二代 我不说第二代不好 我不这个意思 就是说 因为爸爸很多的事情 跟儿子有点过不去 儿子跟爸爸也过不去 可是爷爷一定不会跟孙子过不去 吴长老大概从来没有想过 他在带我 我们都是偷学 所以有时候他讲话 在我们面前就会不小心透露出 他可能不一定会告诉别人的事情 因为他想说 你反正孩子小你不懂事 你不会告诉别人 当然我们也不敢随便告诉别人 不过你知道 孩子跟爸爸是很奇怪的关系 清朝所有的皇帝 被规定不能抱儿子 儿子都不能抱 对 儿子不能抱 因为这么多的儿子 你抱哪一个儿子 将来有一个要继承大统的 他们之间会嫉妒 会纷争 不到最后一天 不能公布谁是王储 对不对 不然就被干掉了 可是孙子是可以抱的 有没有儿子敢打爸爸的耳光 有没有 不敢 可是孙子敢不敢打 那打了爷爷怎么说 再打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防他 他也不会对他 因为这个缘故我常常 从吴章老身上偷学到很多的东西 有一个人跟我说 一个比我年长的一位同工 他也是跟过吴章老一段时间的 他跟我说一件事情 他说吴章老是他见过最对付自己的人 吴章老是他所见过最对付自己的人 他跟我讲过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仔细地看 我也想 因为吴章老的儿女在这边 我是我的认识的 我不一定很准确 我所认识的吴章老 这一个人可能 可能是个很悖逆的人 他的本质可能是一个很强硬的人 他可能是一个 这是我的认识 他不是那一种天生的那一种 就是很顺从的人 不是 你看他的做法 进海关过不去硬闯 有没有 那你可以说是他的信心 可是你要知道 他有一个悖逆的 一种背叛的 一种不服输的 一种你知道这种人 神很难用他 除非他顺服 可是他一顺服之后 神就用他 如果你读吴章老的传记 你看到很多的事情 没有人像他这样的 没有人像他 已经等了一年了 还要再等下去 就是为了要进 他要去宣教的地方 已经从树上摔下来了 肋骨都裂开来了 还要继续去讲道 你就知道他有一个 很强硬的个性 那 我这是从人的性格来看 但是他有一个 是我觉得神 使用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顺服 一个有称义地位的人 他只要肯顺服 他就会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所以地位永远 先于生活 如果我们没弄清楚 我们的地位 我们就很难祷告 你不认清你的地位 你就很难祷告 所以这一段 讲得非常清楚 一个人怎么样 可以好好的祷告呢 是你要认清 你是在基督里 三到世界里面 所以是地位的问题 当一个人被拣选 当他有儿子的名分 当一个人被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当他知道神的旨意 的奥秘 甚至成为 神的基业的时候 成为一个 这样子在基督里的人的时候 他就会祷告 他就肯祷告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原因 是这样子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却不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 你说怎么会呢 一定先知道嘛 不 很多人是基督徒 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 很多人是基督徒 他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 他如果知道基督徒 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是很多人是是的 他并不知道 他如果真知道 自己是基督徒 他知道有这个地位 他就会享受 他自己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你真的知道 你被救起来了吗 你真的知道 在神人家中做儿子吗 我刚才就说了嘛 我儿子竟然会写信给我 说叫我先帮他奉献 这样子好了啦 我写一封信给你 叫你帮我奉献 你觉得怎么样 你会跟我说你是谁啊 对不对 可是我儿子 为什么敢写给我呢 因为他知道 他是我的儿子 他还知道 我会帮他奉献 所以知道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不会去祷告呢 为什么不享受祷告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这个地位 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地位 儿子的地位 而且神要我们参与 在他的事工里面 神要让我们知道 他的想法 这几年我常常跟神祷告 我说你要我怎么做 我昨天还跟神做一个祷告 那个祷告是这样子 我说好 我知道有一个人 他做错一件事情 我说如果我真的爱他 我一定要告诉他 这件事情做错了 可是按现实面看起来 我告诉他是没有用的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 我问神说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 而且我不止一次这样祷告 我说主啊 他 我应该要告诉他 我为了事情 我还跟我太太商量 我就跟他说 我说秋华 我说你给我出一点意见 出一点意见 就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我如果真的爱他 我如果真的把他当成儿子 我如果真的把他当成弟弟 我如果真的把他当成兄弟 我应该告诉他 他这样做是错的 可是现实的状况看起来 我这样讲不会有用的 我到底讲还不讲 我到底讲还不讲 当然秋华跟我有一些分享 可是如果我们真知道 我们这样祷告 不一定会有神有答案 不一定神会有答案 因为神不一定要告诉我们 弟兄姐妹 神答应我们所有的祷告 都对我们好吗 没有 你事后就会知道没有 你事后就会知道没有 如果神答应我们所有的祷告 你会知道我们所求的 很多事我们不知道 所以 耶稣也跟 雅各跟约翰说 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求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知道 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我们祷告 神答应我们 神成就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 你们不敢讲 应该怎么样 感谢主 如果我们祷告 好好祷告 努力祷告 最后神不答应我们 并且让我们知道 他不答应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 你说的 这个不错 这个到西班牙有进步 他到西班牙去的 所以你们西班牙真的是不错 灵命比我们这里好一点 他以前在那边 好像灵命没那么好 喂鱼是不是 到那边去很有进步 弟兄姐妹 我们做一个祷告 以后我们成就 以后神成就了 我们应该感谢主 如果我们做一个祷告 神没有成就 我们应该更感谢主 更感谢主 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一旦知道 我们是儿子的地位的时候 你就不怕做这个祷告 我到现在没有决定 我要不要告诉那个人 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我下不了决定 我下不了决定 我就跟神继续祷告 说主啊 你再告诉我 你再告诉我 一旦知道我们是儿子的地位 你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祷告 第二 我们来读第十六节 我读一节 你读一节 十五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在这里保罗说 我听见你们已经信主得生命了 也爱教会了 也爱信徒了 我就为你们祷告 一个人 他在这里 他怎么样祷告呢 保罗说他先什么 先感谢 然后才是什么 才是祈求 什么是感谢的祷告 感谢的祷告 是为那个已经看见的 已经得着的 向神沉迷他的心意 说谢谢你 你已经给我这个东西了 祈求的祷告 是为那个将来 可以得着更多的 向神表明他的想法 所以感谢跟祈求 一个是为了过去 已经有的 一个是为了将来 要得着的 这两个不太一样 我想一个人的祷告 应该从感谢先开始 这也不是我讲的 这明明就这样写 一个人的祷告 如果不先从感谢开始 就进到祈求里面 是一件有一点奇怪的事情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你不是 已经得着 如果你不是已经有 神的恩典 如果你不是已经有经验 那你怎么敢 你怎么会 或者你怎么能 这样去祈求呢 我问你 我问你 如果你有一个需要 如果你有一个需要 假设说 如果我有一个需要 我缺十万元 你觉得我应该去找谁 我可以拿到这十万元 找谁 找谁 有钱人嘛 就是有的人嘛 对不对 有的人 有的人多不多 多 来 我们当中不要举手 你有超过十万元的心理举手 请放下我看见了 都有 可是你会借给我吗 你看没一个 你看到没 你看到没 当然我要检讨 我做人成功不成功了 但是你有钱 你不一定借给我嘛 你看到没 所以不是他有钱 他就会借给你 谁会借给你 肯的人嘛 肯的人嘛 肯的人可能有一些 可能你心里说 你知道吗 如果你来借 我也可以借你了 你肯 可是你猜 我最后会去找谁呢 就是我曾经求过他 他也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对不对 如果我曾经有一个缺乏 我去找一个人 或者我没有告诉那个人 我的缺乏 他就已经先来帮助我了 那么我就怎么样 先找他嘛 因为他 我求他 他曾经帮助我 我有这个经验 我有这个经验说 我如果求他 他就帮助我 所以弟兄们 经验非常重要 你跟神有来往 有经验非常重要 你知道吗 我跟一些属灵的人 在一起祷告 我跟一些属灵的人 在一起祷告 他们一祷告都很奇怪 他们都开始感谢上帝 拯救了他们 然后 这些人 信主已经几十年了 为什么一开始 又感谢神拯救他们了 这不是成枪烂掉吗 还是他要拖祷告的时间 你知道我这个人脑筋有点怪 每次看到别人做一件事 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为什么要从祷告 从他得救开始祷告起 他是没有祷告20分钟 不显明他是够 够属灵 所以跟我在一起祷告 都从他以前祷告起吗 我后来发现很奇怪 那些属灵的人 那些爱主的人 那些真正奉献的人 那些真正服侍主 一直忠心走到底的人 他们祷告很奇怪 他们祷告都从感谢开始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有感谢 你就知道他有经验 是不是 他有经验 他不仅感谢神50年前救了他 又感谢神今天早上对他有多好多好 然后他就开始祷告 然后最后才进到祷告里面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每一个主日早上起来都很开心 每一个主日都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好几次的经验 早上我从主日从早上醒来的时候 有时候天还没亮 有时候太早起来了 醒来了四点五点六点 通常主日从班要讲到 都要六点以前要起床 六点最少 不然会来不及 那我就会起来 你知道我早上 那个醒来的时候 如果是主日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兴奋 为什么 因为圣经上说 天未亮的时候 玛利亚就跑去 要找耶稣 是不是 结果她跑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 坟墓打开来怎么样 耶稣尸体不见了 这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又去了耶路撒冷 我去到那里二十几年前了 可是那一幕我不会忘记 因为他们告诉我说 相传耶稣是买一张在这里 那个都是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反正给我们一个回忆也很好 我就跑进去 跑进去就看了个地方 去看看 后来 当然没有 就是一块地方 对不对 就看看 没有 一回头的时候 那里有一个门的背后 贴着 就是有一个牌子说 他不在这里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他不在这里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那件事情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每一个主日早上起来 我都很兴奋 因为不管昨天怎么样 今天早上怎么样 耶稣已经复活了 新的一天 所以每个主日早上起来 我都很兴奋 所以主日通常我一醒来 我就感谢主 今天是主日 其实今天是主日很累 今天要讲三堂 下午还有一堂音乐会 晚上还要去 有一个餐会 老实说 这样弄下来 晚上我大概很辛苦 我通常主日 从卖三堂讲完了 中间会有两三个小时 是不知道脑筋在干什么 吃饭也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通常就是 咚就睡着了 然后醒来 迷迷糊糊的 礼拜天是我最累的时候 可是我很兴奋 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 今天是主 复活的日子 今天是新的日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一个人 不会感谢神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不会祈求神 我现在问你 你会不会祈求神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不会感谢神 所以第二 你写下来 近身祷告的顺序是 先感谢后祈求 先感谢后祈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人如果不学会感谢神 不会为已经有的感谢神 为许许多多 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得着的 不住的感谢神 那你就没有办法祈求 那当然 其实我没有跟 清光讲 我们今天要 讲的主要的内容 可能他 读了这段圣经 感觉跟我一样 所以他读了 哈巴古书第三章 台湾最近也碰到 很多的困难 对吗 可能我们就当成一个 新闻事件 有一架飞机掉下来了 可是 你要知道 那是多么多人 多少人的伤心 你还不要说 那家飞机公司 可能破产 对不对 那已经是多少人的难过 那空服员多紧张 是不是 那个开飞机的家属 也很压 儿子都死了 也很难过 这么多人投入 环境没有多顺利的 我也知道现在整个世界 很乱 欧洲的经济非常差 对吗 我们当中从欧洲来的很多 很辛苦 很辛苦 我知道 去年欧华 奉献到最后差很多 不是大家不肯奉献 不是大家不肯奉献 实在是欧洲的局势 太差了 差很多 我就不足地跟神祷告 11月12月 从美洲 亚洲汇进去的钱 十几万欧元 将近20万 不然今年欧华就打不平 但是我们祷告 求神把钱汇进去 我知道我们在西班牙 在意大利 在法国的弟兄姐妹 压力很大 但是 你怎么祷告呢 我告诉你 你不是祷告神给我赚钱 不是 你先去感谢吧 先感谢 无论你现在环境有多差 先感谢 当你一感谢之后 你就会祷告 当你一会感谢之后 你就会祈求 当你一会感谢 你就会发觉 神对我们实在太好了 我们总是用神对我 现在好不好 来决定我要怎么祷告 其实神现在对我们 好不好 是看我们对于神过去 我们知道有多少 我们今天可以活着 我们今天可以站着 我们今天可以讲话 我们今天可以生活 我们今天可以来聚会 这神已经天大的恩典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一直在想说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告诉各位 因为我主持 追思礼拜 主持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永远为现在感恩 因为你怎么知道 下一段 下个时间你在哪里呢 你知道吗 你不会知道的 我主持追思礼拜 最小的从刚出生就有了 还有人还没出生 只差三天 五天也会走开 我们不了解 因为我们不会感谢 所以我们不会祷告 第三 当你会感谢的时候呢 我们祷告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读第十七节 我读十五十六 麻烦你读第十七 我读十五十六 你读十七 十五节这样讲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生徒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在这一边讲到 他求了 他开始求了 在求之前 他知道有一个地位 他在求之前 他先感谢保罗 或者为他们感谢 但是再下来 他就开始求了 他求两件事 请你写下来 一 祈求真认识他 那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三节 祈求真知道 他的工作 两件事 请你写下来 柳牧师在上个礼拜 在这边讲祷告 我不知道 我说过了 我已经很早就把这祷告 这个信息预备好了 我到前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最后决定 今天只讲一半 因为我本来想一次讲 这样的话一个完整性 不然的话下个月再讲 你们又都忘记了前面 可是后来我决定 只能讲一半 因为我怕你们 一次听太多了以后呢 你以为你懂了 其实你没有懂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practice的机会 对不对 到我们下次之前 请你认清你的地位 你常常想 我是怎么样的地位 然后请你先祷告 那可能你已经很会祷告了 可是我们练习一个 新的祷告方法 就是先什么 感谢再什么 祈求 每一次祷告开始都先什么 感谢 然后再 祈求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感谢 你就想你 神对你最好的部分 开始祷告起 我告诉你 一天会超过十分钟的 超不过十分钟 真的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如果超不过十分钟 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地位 你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不知道 上次我讲的 好狗命 对不对 我们是捡回来的 我们是捡回来的 然后当我们做儿子 如果你真的会这样祷告 你就会祈求了 所以我今天只讲到第十七节 祈求真认识他 祈求真认识他 保留在这边祈求什么事呢 两段 第一个祈求我们认识他 第二个祈求知道他的工作 这两个是有差距的 这两个差距 我们今天只讲真认识他 真认识他 并不是相对于假认识他 真认识他 真知道他 并不是相对于假认识他 我们是认识他 保留在这边写信给乙福所教会 难道这些信耶稣的人 难道这些已经得生命的人 难道这些已经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的人 还不真知道他吗 所以这个真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不认识他 不是 真知道他是指认识他认识的身 弟兄姐妹 可见我们认识神 真的有可能认识的不够 深 认识的不够真 认识的不够 仔细 记不记得主耶稣神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 生命并且得的 得生命了没有 得啦 不然你还每个礼拜来聚会 对不对 你也没那么笨嘛 是不是 有没有得丰盛的生命 有没有得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不是我们知道很浅 不是 从这一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认识神 然后我们可以更认识神 所以真知道他并不是指知识上的认识 有一个英文版本说真知道他 他翻译成 他翻译成 know him better 我觉得这样的翻译 我比较明白啦 他说更认识他 更多的认识他 认识他的更深 所以我们可以一天比一天的更认识他 可见我们昨天应该没有今天那么认识他 明天应该比今天更认识神 我们认识神认识的不够 亲爱的兄弟们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你知道我们怎么可以走到底吗 就是渴慕 渴慕 我在这边讲过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吴长老他们儿女在这边 有很多事情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吴长老在后来生病躺在床上 有一段时间嘛 吴长老从床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是跪在地上祷告 我那个时候不明白 我觉得躺的祷告 跪的祷告不是一样嘛 我问你一样不一样 我告诉你 你可以说一样 哪里不一样 神听都一样的 你躺的祷告跪的祷告神一样的 可是人的心不一样 不是神不一样 是人不一样 神哪里不一样 我问你在厕所祷告跟在圣殿祷告 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一样 对神来说都一样 可是人的心不一样 他不一样 所以 什么导致这样 我告诉各位就是渴慕 我就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 想要know him better 就是要渴慕 说我认识你不够 认识你不够 弟兄姐妹认识神不是知识的问题 我们知道神学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有个错误的神学 你会对神认识错误 几年前 汪川生院长 我们欧华的院长就跟我说 他李长老 他说我 有一个学生可能他的神学有错误 而且是基础错误 错误到没有办法 他说可是我开除不了他 因为我不忍心 他说你去跟他谈 谈完了如果你觉得不对 就把他开除掉 哪里神学院这么简单开除人的 对不对 总是要尽力挽回 后来我去了解他的状况之后 我就把他找来 两夫妻找来坐在那边 我就在餐厅里面问他们 我说好 我说某某人 我说你在我们教会 在我们学校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能力也很强 知识也很丰富 又很爱人 什么都很好 我说可是院长跟我说 说你的神学有点问题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你相信 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吗 你们相信不相信 快点讲 相信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就完蛋了 对吗 怎么会不是圣父圣子 圣灵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呢 我就跟他说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这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要问我呢 我就跟他说你念一遍 我跟他说你念一遍 他说李长老 他说这个是基础 入门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对 你念一遍 原来他所相信的 不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他所相信的是 圣父比圣子跟圣灵还大的神 那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跟他说 没有子的就没有父 没有灵的就没有子 对不对 圣经上说的吧 三一 我们唱诗不是这样唱吗 圣父怎么样怎么样 第一节对不对 第二节的圣子怎么样怎么样 第三节圣灵怎么样 第四节三位一体同容 同尊嘛 他接受独一真神 我们接受的是 独一真神之下的三一真神 独一真神 阿拉也独一真神 犹太教也独一真神 但是他的信仰有问题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说 你念一遍 我就让你继续读书 你不念一遍 我就不让你 他说李长老 等我毕业了以后 回到我的教派里面去 我慢慢改变他们 不 我不让你毕业 你告诉我 你信三一真神 我就让你读下去 他不肯 我们就把他开除了 很好的一个学生 所以知识不对也不对 可是真正认识神的 不是神学 真正认识神的是 跟神的来往 是跟神的来往 跟神的来往 有一个人说得很好 他说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读他的传记 不如跟这个人相处两个小时 如果你要真 认识一个人 你听他时常的演讲 你不如跟他一起玩耍两个小时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唯有你亲自 面对面的跟他交往 比听他所说的十篇演讲 还更能认识他 所以我说啊 注意听啊 请你不要相信 每一个讲员所说的话 我没有叫你亲看讲员 我们也很努力 可是你不要相信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不讲别人 因为你不知道我 你真的相信我下来的人 跟我台上的人一样啊 所以谁最认识我们呢 跟我们有来往的人才认识我们 我们的配偶最认识我们 我们的儿女最认识我们 我们要跟神有来往 不是从圣经上读出来而已 所以你真的要跟他交往 亲看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边保罗说 要我们真知道他 他说怎么真知道他呢 他说求神将那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不是凭着我们跟人交往的经验 去跟神交往 不是 我们知道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也就是说 我们是借着圣灵跟我们的灵交往 弟兄姐妹 不是用知识交往 甚至不只是用心交往 当然中国人的心很大 可能涵盖以色列人讲的 或者犹太人讲的灵魂 可是我要再把它分开一点点 不只是心 说我们这人心很好 我真的有心跟你做朋友 你有心跟神做朋友 还做不了朋友的 要用灵 心灵 从内心的深处的那个人的灵 去跟神交往 跟神交往 所以不是用理智 乃是用灵跟神交往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什么叫做启示 我以前在这边讲过 我再讲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跟神交往 你一定要有启示的灵 你一定要有圣灵来带领我们 如果不是圣灵带领我们 我们不会知道这个 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那么启示的灵是什么意思呢 启示这个字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边 启示的意思 是有一个东西 被一个布盖着 启示的意思是这个 启示是一个动作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启示就是这个拉的动作 叫做启示 启示 你知道我里面拿什么吗 如果你猜对了 你也只是猜 你并不知道 对吧 可是启示是什么 就是把它拉下来 一拉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一拉原来是一个 手表 时间到了 这叫做启示 启示就是让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 时间到了 神启示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突然明白了 不然你不会明白的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这段时间 求神把那次人 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让我们 know him better 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他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诗歌 刚才所唱的最后那一首 你怎么看 怎么办 поп就看 你怎么看